菜價漲翻天 民眾叫苦連天 為了揪出菜蟲 檢調連續兩天搜索 台北農產運銷公司 確認市場的供需 這個中間不會有人 在中間去獲取暴力 檢調 還甚至警方 都會有人去注意 這個市場的動態 政府大動作 因為釋出冷凍蔬菜 菜價還是居高不下 農委會亦有所指 只有這一屆 被另外一個系統拿去了 經營階層 我們沒辦法指揮 公平 公正 公開的拍賣制度 希望這個陳副主委 集中先生直接就點名 不要講得含含糊糊 台北農產公司喊冤 但公司正要改選董事 中央和農會系統強懂作 北市府態度搖擺不定 因此傳出綠營將矛頭 指向台北農產公司 暗示柯文哲想想連任之路 只看得出民進黨 只急於安插自己的人事 而對於民生的議題 完全不在乎 掌握董事會的過半 在現實上有它的一個挑戰存在 所以我想並不是說 只拼政治不拼經濟 而是現實上來講 這兩個之間是連在一起的 綠營立委緩夾 但菜價貴桑桑 政府現在才忙著平易物價 背後還牽扯人事鬥爭 叫民眾情何以堪 記者綜合報導